她是 欢迎来到我们选择的现场 欢迎大家 大家好 很高兴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 9点09分宁准时时候 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选择 我是主持人小燕 那参与我们选择的方式呢 现在一个是我们的热线电话 63312752 另外我们现在有伴扫程序了 加入到我们这个小程序当中 可以找到自己未来的另外一伴 同样还可以找到自己的玩伴 多棒的一件事情 那今天呢 我们现场依然是高朋满座 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介绍的是我们的专家团队 我们的心理专家 王云老师 演员导演 穆里心老师 欢迎两位 那另外呢 还有我们陪选团的朋友 我们会全程参与到这个选择与被选择当中 那么接下来小燕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何云71岁北京户籍 银行职员退休 洛静考72岁北京户籍 国企职工退休 杨静65岁北京户籍 国企职工退休 钟景云67岁北京户籍 离艺应染工程师退休 另外呢 我还有我们的助力团的朋友 也同样 欢迎他们两位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请上今天的一号女嘉宾了 那么今天的一号女士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掌声把它 像是五十多的 您觉得呢 我觉得她是六年后 感觉我们这个一号女士 是一个特别干练的人 您是不是平常也是这种 干什么事挺利索的 是的 我比较讲究高效 快速 做事情干净利落 你看您这一出场 我们都能看出来 这个做事的风格 应该也是这样 那我们正式的来认识一下 我们的一号女士 她的基本情况 张宾五十三岁 离强企财务在职 北京人 我觉得她像四十多的 是吧 比较年轻 您这还上班呢 是吧 对 五十五岁退休 两位叔 谈谈我 对我们一号女士的印象 何叔 这个挺精神 而且特别显年轻 洛书呢 年轻 亮丽 挺利索 很干亮 那我们来正式的了解一下 我们的张女士 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进入原来视女环节 我们看看她的关键词 哇 厉害了 国家级的裁判员 而且央企财务 自行车上流泪 呦 这国家级什么裁判员啊 乒乓球 都会打乒乓球吗 没问题 我打乒乓球 还相当可以 您是多大打了乒乓球啊 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打 您呢 我也差不多 我是36岁 2007年开始打球 36岁才开始打球啊 开始打球 对 之前零基础 从来没有打过 哇 那我觉得你要说从6岁开始打 还可以理解 36 当时是为什么突然要打乒乓球了 因为我们家孩子 我们家是个小男孩 他呢个子不高 不太爱运动 整天宅在家里 带他出来活动活动 他去了一天以后 他就不爱玩 因为他没有兴趣 但是从那天起 我一直打到今天 成了我的兴趣爱好 当时在一个公园里边 文化广场 露天就可以玩 当时的条件不是很好 石头案子 然后我们的网子 球网呢 还是铁的 铁栏杆那样的 条件很一般 可能这项运动 真的就天生很适合你 身体还可以 身体还行 身体还挺 健康上可以 我可能在这方面 有一点点天分吧 那是怎么转变过来的 我36岁打球的时候呢 我打到今天 我都没有请过教练 全是我 很多业余的球友 业余的 高手们或者是一般的球友 陪练 陪练我到现在 那您当时后来是参加比赛了 是吗 对 我零基础打到第八个月的时候 在公园被星探发现了 乒乓球方面有一个老师傅 我就叫他 索性叫他星探吧 他就带我到那个附近的社区 和谐杯比赛 打到第八个月的时候 我就把一位上了六年体校的小女孩给赢了 决赛的时候 决胜局17比15赢的 五局三胜 因为乒乓球又是我们的国球嘛 我在2014年就获得了 北京市年终总决赛的女单冠军 然后我是2008年我就考了三级裁判 然后2010年考了二级裁判 又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两样他都这样了 2014年我觉得我所有的技术水平 已经到了平静了 那一年我必须要练直拍横打 但是我的财务工作非常忙 业余时间的精力也都是有限 我可能没有时间去练那个技术 那么在业余里 我又从来没有请过教练 那么我打到这儿就差不多了 2014年打完那个比赛以后 我就放下拍子 复习了八个月 参加国家一级裁判员考试 就非常顺利 在北京市分很高的 非常顺利的 通过了国家一级裁判员的证书考试 叫我说呢 优秀的人才各方面都是优秀的 只要这个人优秀 他哪方面都优秀 所以我发现这事要懂乒乓球 然后要学很多的规则 特别特别重要 是脑子在清楚 对 这个事很重要 包括您看我们这个一号女士的表达 也是这样 非常的干净 简洁 所有的内容可能都在一句话里边 没有啰嗦的语言 因为你在现场肯定很多人 你一定要说得让每个人明白 别自己心里明白 所以这个表达也要很好很清楚 是的 2016年2017年有一个国际大赛 在我们北京有一个分战赛 那个赛事是直通欧洲大师赛 我们北京站有一个分赛区 然后总的裁判组委会在俄罗斯那边 咱们北京是一个分赛区 他那个赛制是每周的周三下午打预赛 六位队员打预赛 然后周四打决赛 当年的冠军就这六位队员产生的冠军里边 冠军现金的奖励是六千元人民币 所以大家争夺非常激烈 这样因为它是全球直播 一个裁判六个队员 每周的周三周四下午都会有比赛 当时我工作的领导也非常支持我 裁判长找我的时候比较多 我几乎每个月参与这个赛事的裁判 每个月至少有两个下午或者四个下午 这个全球直播的工作我做了两年 有一次这六个队员呢 有一位队员得了十分 剩下五位队员都得了八分 就是A把B赢了 B把C赢了 C又把D赢了 他们几个五个队员打转了 这样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在裁判 临场裁判员必须在很短的时间 准确快速计算出他们这五个队员的名次 那么因为我是高级会计师 我在这方面有一些得天独厚的基础 我当天很快速很准确的计算出结果 而且我整张那个计分单没有图改 非常清楚 当我们北京赛区的裁判长 把这张计分单拍照 传送到俄罗斯总的组委会的时候 他们那边的裁判长 就回馈我们这边裁判长的信息是 他说我们这边还没算出来 因为俄罗斯那边也在算 他们也有裁判他们也在算 他说你们北京的裁判员太优秀了 我们这边还没算完 后来他审核了一遍 我们裁判长传送过去的积分单 他说完全正确 步骤清晰可见 速度非常快 说你们的裁判员太优秀了 你看看 这必须有一个照 谢谢 挺执着的 够执着的 很厉害 跟性格有关 能把一件事情做到这个极致 那真的不容易 很不容易 发现他的裁判的工作 其实跟他财务的工作 一直是分不开关系的 对吧 其实我在想 可能您现在打球 包括做裁判 也是基于您当时做财务 其实很多的那种训练 那种缜密 那种不出错 也是也有关系的 您刚才说是高级会计师 是在央企上班的 对 您都负责什么项目 我先做了物资计划统计员 是负责做报表的 八年以后 我妈妈又给我转行 做了会计 一直到今天 等于25岁又彻底就转到了 这个会计这个行 是吧 对 后来是从小会计做起 一点一点一点的 对 考到了这个高级会计师 对 所以您的学习能力 也是很强的 我比较好学吧 您应该这个职务还挺高的吧 还好吧 就是我们是做施工的 我最多的时候 我一个人负责 五个施工项目的主管会计 怪不得你一直说 很忙很忙很忙 一个项目估计就够手忙脚乱五个 那就像八爪鱼一样才行 我二十多年以来 我每一年的年三十 是年三十下午两点钟左右 我才锁办公室的抽屉 回家去超市买菜 准备年三十的年夜饭 每一年都是这样过来的 顺便到年底要结账 对 要做很多报表 我们要给中建总公司 还有国资委 报各种各样的报表 我每一年年中 是要报将近各种各样的报表 一百张报表 做完了我才能过年 太不容易了 关键是听上去有一百张表 可一百张表里边 它有多少数字呀 它多有账要算呀 是不是 是的 这么多年财务 它经济势力肯定有 有这一般的有钱 但一个人管五个项目呀 那就是哪个项目报来了 你就要马上要处理 有一分钱的成本和收支 我们都要做账 要做报表 每个月都要做 当年我做了十年的一个工程 就是技术口 什么造价口 他们劳资口 工程结束了 我们只管那个施工部分 有可能两三年就完工了 交工了 但是我作为主管会计 我一直要盯到 最后一笔工程款回收到账 这事儿才算完 那可能盖这个楼需要三年 但收这个账可能需要五年 对 也就意味着 人家可能三年就干完了 人家干别的去了 您这八年的时间都要来干这一件事 对 但同时又开了别的项目 还得管 对 经手那十年那个大工程 就是深圳万科 王石董事长 那个万科集团 给我们的工程 那那个时候要在北京 还是在深圳工作呀 它那个施工工地就在北京 在海淀区那个 它外表上你看着好像挺柔络的 挺腼腆的 实际上它的内在气质 给人的印象是很强势的 因为我做过会计 我是成本会计 做了那么一两年吧 差不多 我基本上只干三天活 我就等着 什么时候交换之前 卡卡干 干完了 没事干了 好羡慕你们 基本上所以我就想要让我干那个 我早造反了 所以为什么人家能考下这个国家级裁判 就有的时候其实这个跟性格也有关系 就是未必有的人专业技能 或者脑子没那么好使 也有 但是一想这事这么复杂 这么麻烦 这么事无巨细的算了吧 我可不干这事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财务 还是国家级裁判员 真的就是您人身上的特质综合起来 才能把这两件事同时干好 就是他这种气质的人 我见过 我接触过 从我一眼睛能看出来 他跟我那个财务总监 那我他顶头上司 我是他的司机接保镖 干了七年 就是这种气质 我是觉得这个人这个能力 它是天生的 您比如交给我一件事 因为我特认真 我觉得一件事干好 就我已经很累了 像您觉得五件事算不了什么 这真的是天生的这个量 这个脑袋是不一样的 而且他的每一个 不管是去裁判 还是去打乒乓球 他是很专注的 那可能我都不会三十多了 我还得看孩子 你都知道 你想想 他的孩子里说 也应该有个十岁了 正是要劲的时候 正是需要 妈妈下班以后的陪伴 给我看着写作业 是吧 给我上普习课 这样的时候 你看他能够兼顾 而且一旦上手 他就坚持 所以说他的意志力 我觉得是驱动一个人 成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源泉 是 我最近又打乒乓球了 为什么呀 我拿你乒乓球当我儿子 臭他 我就怕这种人 我就怕这种人 我跟他够肉的 那我这朝地朝大了 什么都得跟我争 本来是我当老板 我习惯了 我一般都是当老板的 都是我说了算 家里面就不能有两个花式圈 对 必须得是一元化领导 您就得是那个领导 对 我必须是领导 如果娶这样的媳妇 想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那找一个这样的老板 我觉得就相当幸福了 说为什么呢 你看吧 刚才我们这位妹妹说了 严谨 有思想 有知识 那就有文化呗 是啊 你看这多好 但关键是 未来跟这样的媳妇一起过日子 你也要变得严厉 你有知识 有文化 还要被管理 就是你看这个树啊 不对 今天买菜 那个账怎么就对不上了呢 反正你就有一个前台 你这后边还得有一个后台 什么意思 你在搞小金库呢 你就是还得有一个后勤嘛 是不是 你看你同事上见了 你老头就在家里当后勤呗 是不是 你是不是 哎呀 我们都说你看 把自己的定位定得很清晰 何叔 您呢 其实这个女士啊 我觉得是女士之中的精品了 好多地方呢 如果我说 这出去多学习啊 嗯 是不是 然后做一些辅助工作 就是人家太强了 咱们也只能做辅助工作了 是不是啊 而且人年轻 真的这个 就是职业生涯 如果想延长 还是可以的 嗯 但我看您是离异了 多久啊 2008年 呦 有不少日子了 啊 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是一个单位的 就相当于一个大院里边的子弟 嗯 然后父母都是建筑单位的 嗯 当年我们是没有北京户口 我34岁才拿到北京户口 嗯 嗯 那么在没有北京户口 嗯 我们年轻 十七八岁那个年代 好像跟北京当地的什么 都没有太大接触 我的同学 朋友 闺蜜都在河北 嗯 所以在这种很无奈的情况下 我当时身边可选择的男青年的范围 包括我的前夫总共只有四位 嗯 我前夫是这四位当中的一位 当时我们单位有一个乐队 我前夫是担任乐队的吉他手 我是乐队的主唱 哦 嗯 所以这样走得比较近 后来就走到一起去了 对 那应该也是挺让人羡慕的一对啊 嗯 当时还好吧 嗯 因为我前夫其实个人素质还好 他当年是差两分 没有考上天津大学 嗯 他其实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他外面对朋友很好 对家人都非常好 嗯 但是他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工作上 24小时手机BB机当年用BB机嘛 24小时手机不关BB机不关 就等着工地上有什么突发事件 他好第一时间到现场 嗯 所以其实他是个好人 但是他的时间精力全用在外面了 嗯 工作 结交朋友 嗯 喝酒抽烟 到家里以后 他已经没有精力 甚至说家里的油瓶倒了 扫把倒了 他都不带服的 家里家外我自己带孩子什么的 我自己一个人 嗯 我们家住六楼 那个当时单位分的福利房 没有楼 没有电梯嘛 所以我是很辛苦的 心累 心累 心很累 人也很累 他是整天不着家 对 最长的时候是一个礼拜不回家 因为我们建筑单位 男同志有很多理由 晚上可以加班不回来 大家都是一个建筑单位 比较知道这个特点 我们也无权去干涉 也不太好干涉 嗯 但是这七天他没有招家 其实可能身心还是 没有完全在这个家庭里 嗯 等于是您知道 他这个情感是出现了偏离了 是吗 嗯 但是他还没有出现偏离的时候 那个时候 比方说 你们会有个周末一起出去玩 定期一起吃个饭 因为个子都太忙嘛 嗯 然后孩子要上学啊 辅导功课 他能替您一把 有过这样的时候 几乎没有 因为我们家就是 我舅舅他是做旅游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在2002年 我们家就每年春节都会自由行 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一看 然后度过春节的假期 我们建筑单位春节的假期 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都可以自己坚守工作岗位 我们自己带着老人孩子 比如说去山西旅游啊 去深圳旅游啊 这十多二十天 他都不跟我们一起 那他干嘛呢 真是在工作吗 坚守工作岗位 哇 你看您笑得意味深长了 就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多少年 很多年吧 几乎我们十多年的婚姻生活 我们俩的思想沟通是没有时间 他没有时间精力来对付这个家庭 嗯 他又抽烟喝酒 经常有一年年三十 他喝得酩酊大醉 当然他是为了 我们需要经常有 他们需要陪客户 我们的客户就是甲方 不是客户需要大年三十而陪吗 他要陪 然后有一年是他的领导 项目经理和司机搀扶着他 他已经喝得酩酊大醉 年三十的下午 把他搀扶到家门口 按我们家的门铃 其实我刚从办公室回来 我刚买完菜回来 家里年三十怎么过都不知道呢 所以这么多 十多年的婚姻生活 就是最后让我非常的 不再抱任何希望 就是每年的三十 他还能在家里过吗 能在 但是有时候就喝了酒 回来的 白天陪了客户 事业是一方面 然后家庭也很重要 不能光是你去工作 打拼了 那回家要 回家的事情 这是两方面 所以这样 就也是坚持了十几年 为什么后来您突然 去您提的不过了 对 07年我开始 我34岁有了户口 07年是36岁 我这个人呢 在没有拿到北京户口的时候 我们相对是比较自卑的 我34岁拿到户口 36岁开始打球 我就非常自然地 融入到北京人的 这个生活里 我通过打球 结交了很多球友 通过裁判 结交了裁判界的老师们 我性格比较乐观 积极向上 非常阳光的一个人 那么我就觉得 这十多年的婚姻生活 是这样度过的 所以我想 我就不要 没有必要再继续 这样的生活了 所以提出来 它有意义吗 它不同意 它不同意 当时我说 孩子是我们家 从小带大的 那么我们继续带孩子 那么女方要房子 是非常正常的 它不同意 最后实在没办法 我把儿子给他 把房子也给他 才把这个婚离了 所以现在是 儿子还跟他呢 他后来再婚了吗 他两年以后 他就再婚了 是跟他之前谈的 对 正好比较巧 还跟他的前女友 又结婚了 但为什么你会说 是在自行车上流泪呢 是的 因为当年有一种说法 要不我就选择 在宝马车里流泪 那么我可以忍受 要么我就在自行车上 欢笑 开心幸福 那也可以 那么选择了爱情 但是我这十多年的婚姻生活 毫不夸张 我的形容就是 我在自行车上流泪 嗯 因为这个女的整个 就是全坐了嘛 然后她太辛苦了 然后等于 这个这个 她前夫也不知道 心疼她 今天呢 我们是有两位先生 有关于他们的十个方面 您可以就三个感兴趣的方面 来了解一下 嗯 年龄 收入 住房 秦先生72岁有房 收入在4000以上 陈先生73岁有房 收入在4500以上 我们何叔 71岁 也有房子 收入 收入多少来着 何叔 6000块钱吧 6000以上 只需退休金 我们何叔肯定还有别的收入 洛叔是72岁 有房吗 公租 公租房 多大呀 54平 您的收入是 5000多一点 5000多 嗯 所以四位先生的年龄 几乎都是差不多的 嗯 房子也都有 收入大约的情况 4000 4500 6000 5000 您可以这四位 准备挑谁来沟通一下 嗯 我选择这位老师 啊 来吧 多叔 非常感谢您 欣赏我 您可以随意地提问 您的住房在 哪个位置 海电区 嗯 海电区再能 具体再 具体一点 嗯 一会员 一会员的北四 北边 一点 嗯 孩子有几个男孩女孩 是女孩 哦 现在工作了 哦 独生女孩 没什么负担 嗯 孩子结婚了吗 还没结婚 哦 现在他们年轻人都好玩 哦 所以就随他们去呗 还想问问 您父母身体怎么样 父母 早不在了 还有 您的身体 健康的状况 嗯 身体属于亚健康吧 嗯 多少都沾点 嗯 都沾了什么呢 三高都有吗 嗯 三高 都有点 好 您该吓唬人了好不好 是 但是 我又属于亚健康呢 他多少的 这个年龄啊 日常有时候不良的 这个饮食习惯的 所造成的 正大部分 有点毛病 还叫病 但是我自我感觉的还成 但是我自我感觉的还成 嗯 基本就这些了 嗯 不了解了 谢谢 谢谢 好 和书 嗯 就这么简单 我觉得还好 已经很全面了吧 啊 嗯 那您可以再选择一下 那两位先生要不要 挑一位来沟通一下 我觉得暂时不用了 咱觉得什么样的人 能陪得上来 我估计 一般的老百姓 也就我这样 有胆量 我敢跟他挑战一下 嗯 可以 因为我是 可以说是 比较强势的 我不怕他比我更强 我敢挑战一下 你看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您拒绝了我们观察室的 两位先生 但是 我们观察室其中有一位先生 对您印象特别的好 所以要不要见一下 好的 哎 太好了 行 那我们把这位先生请上来啊 掌声有请 啊 我们的秦先生 欢迎欢迎 来两位换个位置 女士坐这边 男士坐那边 秦先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其实刚才呢 我们女士是不太打算见你们俩了 你们俩再帅我们就不见了 但是 哎 我们秦先生说了啊 对这位女士的印象特别好 是吗 嗯 很好 是什么打动了您呢 我看见这个内在的气质 哦 就气质很好 特别能干 特别利落 但是我听说您可对自己也特别有信心啊 我一直是很自信的人 人刚才说了 说这个收入稍微低点 才四千块钱 钱好像不是问题吧 就是实际的收入应该是比四千要多是吗 你可以这么理解 那接下来可能就要靠您的魅力来征服人的了啊 那给你们五分钟的时间 先自由地沟通一下 好不好 请问您的家庭住房 大概位置在哪里 朝阳 西城还有一套房 哦 您家里是儿女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我现在一人是把全家不饿 没有子女 哦 那您的兄弟姐妹是什么情况 我就一人 哦 没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没有 哦 家里有车什么的吗 嗯 车有 哦 您的身体健康状况 在同龄人当中恐怕是属一属二的 身体非常好 比我好的人不多 哦 您退休之前是从事什么行业的工作呢 我干的行业多了 我干个体干了三十多年 哦 下一乡十五年 差不多对 在延安 哦 您家里是老北京是吗 不是 哦 我是隋军 哦 我父亲当兵出来的 老家是贵楼的 哦 行 我想知道的 基本就这些情况 谢谢 他都是经理 可是人年轻 灵界就是年轻 是不是 你的情况 我刚才已经都听了 嗯 确实挺优秀 谢谢 真的 我接触过很多 很多优秀的 这个女士 但 在你这来说 我感觉你是 出雷八岁的 哦 谢谢 这个评价就很高了 很高 因为我们是这样 跟女士也大约的介绍一下 我们秦先生吧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人 我不知道您之前在选择里见过他没有 没有 然后他的故事呢也是非常的感人的 包括在选择 因为我们线上线下很多的活动 很多女士都很喜欢他这个类型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合适了 今天觉得我们女士 嗯 不错 就在优秀的女士里边还要再加上个更词 要不咱们来详细地了解一下秦先生 嗯 好的 嗯 好 那这样我们坐到秦先生旁边 我们 我替你采访一下问一问 好不好 好的 来这边 秦先生很开心啊 把女士留下来 秦先生的确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人 咱们先来了解一下 他的基本情况 秦开源72岁 离异个体经营北京人 那秦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 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 我们来看看他的关键词 我的乐园野外生存 缺个铝瓣 嗯 我的乐园是 最近又玩什么呢 说 在我们小区楼底下 我开垦了一片小菜丸 又喝 多大 那估计得有一百多平米吧 哦 那到了春天了 最近种什么呢 对了 那正忙的时候呢 我去年种的菠菜 年底种的 嗯 拿薄膜给盖上了 现在一接着薄膜 哎 一片绿油油的 啊 已经能吃了 对 能吃了 还有那个什么 豌豆 豌豆苗 嗯 也出来了 豌豆苗不是南方的菜吗 北方可以种啊 没错 哦 按说南方的豌豆苗 应该在去年 十月份左右就应该种的 嗯 我种的晚 都没出来 现在出来了 嗯 它也挺朴实的 我看 挺朴实 嗯 瞅着就顺颜 您那浇水是什么 从楼里拉下 自来水 从河里头 我们那边有家小河 哦 离多远啊 离我那直线距离 大概有 一公里 那也不近啊 那你怎么浇水啊 机车去打水 机车去一会打两种水 车后座上一边挂一桶 哦 边上种的弄苗 中间那小六六菠菜 哦 那您这块地儿 真要给它浇水 这也不少水呢 这不少 那一天得跑那么三四趟 哎呦 早上两趟 晚上两趟 要出大太阳的时候 就必须得浇四趟 那一天的话 哎 还可以少浇一点 那为什么这个 您乐此不疲啊 嗯 其实你想您一个人那点菜 随便买点 可比您这省事多了 我这 自己种的才是绿色食品 我自己 我肯定不用农药 不用化肥啊 哦 用的全是农家肥 可是一天要跑四趟小河边 嗯 去一公里 回来一公里 对 就两公里乘四八公里 对 你不光登自行车 你关键后边还有两桶水啊 那桶在多大呀 那两桶水估计得有一桶 大概得有二十多斤 你看 两桶就五十斤左右 是啊 够累的这个 够累的 我就可能习惯了 我觉得这个拉水它不太累 就在河边往这个水摇水 对 我就想象不出来 怎么摇满了这一桶头 你这话你说 你给他看见是吧 那不是把桶放进去 桶水的时候 有自行车 我不觉得它特累 就打摇水的时候 往里灌水的时候特累 小河特浅 你不可能把桶跟那水桶似的 打蜜子里头 然后灌一桶 对啊 对啊 我以为是这样的 一点点灌出来的一桶 小咬子 是吧 对 那您这一天四趟 这一天就别的甭干了 是 要不说我现在特别忙呢 春更大忙季节呢 我今儿早晨在门口碰到何叔 跟我们秦先生 先生说我可忙了 我都忙了没时间来录节目 我当时我想着忙什么呢 原来忙着摇水呢 还有三只狗呢 我收咬那流浪狗 原来是一只 那小黄是从 就这个 哪个是小黄啊 中间那个吧 中间那边 中间那是小黄 看那头那是大黄 这边这个是小花 是小黄的女儿 那大黄是上门女婿招来的 这小黄是哪来的 小黄是从山西 我去延安 我插队那地方 半路上经过山西的时候 在高速公路上 那服务区 我跟那儿正好吃东西 有那个炸鸡腿 吃完以后 我给他一人跟了几个鸡骨头 他在那吃得特香 饿极了那看样子 就不走了 等他吃得差不多了 我说咱该走了 走不走 你跟他走吗 他还真能跟我走了 跟着我走 走到我那车那块 我说你会上车吗 不会 我说不会 我叫你咱们上车 就上车了 一上车呢 我就拉着他去一趟延安 从延安玩了一礼拜 又开回北京 我觉得这样捡回他的就是 跟着他就是闲的 这我经常遇见这是 我觉得挺有爱心的 我经常遇见是 狗瞅见我就不走了 就跟着我走 我还劝他 别老跟着我了 一直跟我家去 我觉得好像那狗 跟我也挺有灵性的 一般人不是说 那狗跟谁就走的 您要出去玩 有一只流浪狗 您给他喂了事 他舍不得您跟着 您会把他带走吗 就说句实话 我从小到现在 我就没养过宠物 猫 狗什么的 我都没有养过 所以您是肯定做不出 这种事来的 对不对 我可能爱心不够吧 不一般人可能喂 喂完了也就走了 就直接就 走不走 跟不跟我走 那狗说好 走吧 上车会吧 不会啊 就把他抱上去啊 是吧 这个后来 那个爱心狗说话 因为我从小 就跟狗一块儿聊 它能听懂吗 能听懂 我们家的狗 就能听懂我说话 它就是 它不会说 但它能听 你看我从小 我老爸当兵走了以后 去朝鲜了 我和我老妈在贵州 六年 我没有玩吧 就一只大黄狗 陪着我从小 我老妈怕我 被狼钓走了 有哪只狗看着我 那只狗还真被 老虎给钓走 那我们那边有老虎 那边有牢 对 和华南虎 那你今天出来的时候 跟你这三只狗说了 你要出来找老伴了吗 那会儿 他们都出去玩去了 就只有那个 大黄站了 我跟大黄说了一声 我说我终不回来了 让那谁 老猪给你 我就找 跟他说一声 拜拜了 就跟家里的成员 是一样的 对 就等于是小黄 给带回北京了 然后上门女婿 招来了大黄 对 然后两人生了个孩子 叫小花 对 但人家一家三口 其乐融融的 对 对 你又自己又孤单了 岂不是 我就喜欢跟这些动物在一起 跟他们特省心 你不用动心 你追他 他自然他就跟你好 跟你亲热 也不会被骗 他不会 没什么危险 他不会背叛你 是吧 他男人我养了多 我养了多了去了 现在是不养 你才养过什么 养过狗 养过鸭子 养过鱼 养过马 养过驴 什么都养 没有不养的 但是您看 他的宠物 其实都是在 他的那个菜园子里的 后来你看有张照片 有的时候 我看您把它放在笼子里 是吗 对 这两天 经常有那个过路的狗 太多了 冬天少 这两天来 遛狗的人特别多 有的狗上那来蹭饭 因为我那的狗 把好多我们楼里的 街坊都去问 吃的东西特别多 他们吃不完呢 慢慢过路过的狗 就蹭饭 他不让人吃 就追着人咬 他护着神 小王特别护神 这是我的 你们谁都别动 昨天有一个人 放一大月饼盒那 小王就趴在那手上 他不吃 他也不让别人吃 所以您把它放在笼子里 就人吃一吃吧 咱们大方点 是不是 你要老追着人咬 不是让人讨厌吗 所以这个狗 是不进家门的 像这种情况可以吗 还好吧 就你喜欢 您就自己弄去 就不要进自己屋 您是可以接手的 大概得上车 我们出去自家 有时候必须得带着狗 三个 一个 出去开车走的时候 就带一个 带谁啊 带小王去 小王是习惯坐车了 大王都没坐过车 偏心吧 小王习惯坐车了 他不会到事 他不折腾啊 那不习惯坐车的人 那狗 他会闹事 跟车里折腾 关不住他 是不是 他在里面 真的 瞎折腾 把那个 笼子都有会儿 给装一窟窿 我遇过 我遇过这样的狗 那你的小黄 在车上会怎么样 小黄不会呢 安安静静的 他就安静静在车里坐 待着 那怎么样 您是又准备要出门了 这回想去云南 刚才您问一下车的问题 我们秦先生都是自驾游 自己开着车 其实我们特别想看看 就您每次出门 您这次出门的时候 您一定把您的车 后备箱啊 什么后座啊 什么您都拍一遍 下次再来的时候 也给我们看看 就您出门的时候 那个车到底是 一个什么样的容量 过碗瓢瓶要带吗 对 必须带 帐篷要带 帐篷要带 还得带炉子 所以您能想象吗 他出去玩的这种状态 能想象 叫野外生存 我去玩的话 我肯定不会上 人山人海那种 大景点去 我去都是 人烟稀少的地方 打帐篷 没有宾馆 我自己就住帐篷 有山有水的 靠着一小河边 小桥流水 我就可以安行渣渣 风景特别好 衣衫泵水 说走就走 我比他邪乎 我走了 连家门都没锁 我回来好家 我住房子都 家里都快拆了 那草长的 我一看 门都开着呢 走了八个月 那你得够洒脱了 我走了 我还不快回来了呢 八月去哪了 还能到啊 三亚 这个季节还行不冷啊 这季节可以 要再冷一点 再热一点的时候 你住在野外挺难受的 再热一点 我就得找凉过地儿待着了 那蚊子什么的有没有啊 我那帐篷是防蚊的 双层帐篷 动物啊 动物对我来说都是很友好的 从来没有被动物伤害过我 那您碰没碰到过那种危险的动物啊 在海南的时候碰见过一只蛇 眼镜蛇 眼镜蛇那就毒蛇呀 毒蛇 我当时看着我 不是您在干嘛呢 怎么能碰到眼镜蛇 我住那个那个那个 一个废弃的农家院 旁边还有一间废货房子 那是以前的一个厨房 厨房里有一大水池子 大概有一米间方的一个水池子 就相当于水缸的意思啊 里面有半石头水 我想看那水有多深 我哪一棍去一搅和 他就能一搅和一条蛇 蹭一下就立起来 眼镜蛇不怕水啊 他在水里 他就在水里待着 以后他听见我脚步声 钻水里 如果我要他要不听见 有人过来 他可能不会钻水里 这样 他今天人进 但是还没想到我会去搅和 没想到您精准地找到了 他所在的位置 我觉得那一棍上 一搅和那样一条 蹭一下就松一水里 那您不紧张 不害怕吗 当时那几秒钟 有点渗到 是啊 但是我没 我没 待会没被他吓跑了 我看着他 他也看着我 对视了 这都要十几秒钟 所以我一看 这也不是手 我说你呀 赶紧走吧 我也不想伤害你 疙瘩疙瘩路 完了他就走了 从那水缸边上爬出去 然后照了他一个背影 那脑袋是扁的 别还有工夫拍张照片呢 这可不想呢 天呐 这要真被咬一口 亏着你会跟他聊天 我手里拿着根棍子 所以我就不怕他 那根棍子前面有一叉子 我就是专门 打草精手用的 我一直走 我都上山 我就是就在海南岛 骗你我一直走 一个就是山上 我看山上都什么都没有 我也爱长得刺激 前您是逮过蛇吗 嗯哼 您原来逮过蛇吗 逮过 肯定逮过 哦真的啊 我到山北插座的时候 那会儿没得吃啊 没有见不着油腥啊 唯一能吃的肉就是蛇 清话都没有 叫蛇能能看见 那那他怎么就能让你 乖乖地被你给逮住 我们四五个人呢 头里都拿根棍 特意去逮蛇 就拿根棍 这棍子前面有一叉子 看见蛇以后 哗一摁 就给它插在地上了 四五个人逮一条蛇 他还跑得了啊 围着它呢 那你们胆真够大 都饿极了 饿的 我们钟姐会去这么野外生存吗 不会 我最怕的就是蛇 就是没有蛇 野鸡野兔 不行 野青蛙 都不行 所以住在帐篷里 人说了那景特别美 您曾经在哪儿的景色 给您印象特别深 那就是贵州 贵州的山山水培 我特别熟悉 每年夏天都在贵州 最热的时候 我就到贵州了 那山里都特别凉快 再热的天 你在树鱼里 那都特凉快 是 所以说呀 你能看到不一样的景致 您愿意去搭帐篷 住在那儿吗 那你坐 你不想走 钟姐还不行 您呢 我不行 我也不行 我怕小动物 我怕蛇 有人给你看着 蛇不会进您跟前的 然后野外的 比如说夏天南方 野外的蚊虫很多 我皮肤特别怕蚊子咬 少女队宫火那蚊虫就不过来了 现在少女队宫火里面 肯定有那个防蚊子那些草 包括什么蚝子杆 蚊虫啊 蚊虫啊那些山上的 那都是蚊蚊子的 点燃了以后呢 蚊子就不往跟前来了 爱蚊的那种 那个味道 就爱蚊 对 满山都是 我们老家那边都是满山都是 必须你在野外 你也得有一堆篝火 我是觉得可能跟着秦先生出去玩 条件不说有多好 但是安全肯定还是能保证 没问题 所以他也说我现在是缺个旅吧 就这些东西 其实这种生活到处走 其实挺好的 这种生活 我跟你这么讲吧 我比如说我要上哪 走哪 我也不知道 自个都不知道 就比如说就那次我去海南的时候 一朋友说 别在家窝着了 欧气了 给你打张票 你去海南的了 到飞机场了 人家说 我说你去哪 我说去云南 他说你这不是海南的票吗 我都不知道 我连丑都不丑 所以您大约知道 我们秦先生是什么类型的人了吧 我们秦先生这种玩法 我觉得特别像 古代的叙霞课的那种感觉 自己去一个地方 去感受山水 他真的就是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那种旅游是 真的贴合到那里边的环境去感受 对秦先生的这种脾气性格 和这种玩法 您能接受吗 我比较欣赏 但是可能我自己去实践 难度很大也可能不太可能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已经放弃掉秦先生了 我们就可以先回到观察室了 好 那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我再问问我们秦先生 您喜欢的这位女士拒绝了您 那其他人您还见吗 不用见了吧 哦 我现在还挺向往 这个山边上啊 没有人就在山里头 过得挺好的 只要没有毛病 就在山里头 人家说 一般人接受不了 我喜欢哪里 先看看剩下两位女士的情况 您再决定 好不好 还有一位王女士 一位宋女士 您可以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 来了解一下 身高 体重 学历 年龄要不要了解一下 行 可以 王女士63岁 一米63 52公斤 高中学历 宋女士62岁 一米54 53公斤 高中学历 两个人大约的情况都很像 只不过一个高点 一个瘦点 见谁呀 63的 还62的呀 那就先入为主 63的 哦 要见这个王女士 他要不爱聊就拉倒了 不是 正常按照顺序的话 他刚才选择的是 王女士 您是跟她是见不到的 您现在想不想 跟她同台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我们秦先生选了 刚才的二号女士上场 但是其实在观察间里边 还有一位女士 对您的印象是非常好的 要不要一起见一下 可以 可以 马上就心动了 刚才说呢 别的我不见了 这次又开始说 可以可以 见 好 那咱们来一起见一见 好不好 可以 好 好 来 请坐 好 主持人好 对 真那么喜相 谁是二号 谁是三号 您看出来了吗 我这我这眼神 我今天没戴眼镜 真没看出来 多说 多说看出来了 高度是二号 对嘛 您忘了嘛 两位的情况非常非常相似 只有刚才说一个高点 一个矮点 所以我们这边是二号女士 是不是 这边是三号女士 那这样咱们先来基本的认识一下 他们俩的情况 好的 盲平六十三岁 我们三号女士 对我们先生的印象还不错是吗 是 我们先生哪点比较打动您啊 觉得 哎 还行啊 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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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性不好 这个先生爱出去玩 您爱出去玩吗 爱玩 他可是说走就走的那种玩法 您呢 差不多 哎 他是自驾游 您呢 我也行 哎 他要出去住在帐篷小溪边 看着落日的 我没住过 哎 最起码有这个玩的意愿是一致的了 那接下来五分钟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鉴于两位女士 可以适当给您放宽一点 好不好 咱主动一点啊 我说二水一呢 还是挨着个闲 您可以挨个聊 或一起聊都没有问题 一起聊也行 那三人一块聊了 别让人闲着 你是二号 对 先自我介绍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我叫王平 我是幼教退休的 离异的 好 您想问什么 你住在什么地方 家住址在西城区 西城区 您想了解我什么 我刚才看到您那个节目了 我觉得您那个就是 出去就是田园生活 特别的好 然后到处去旅游啊 玩去了 特别好 然后比较欣赏 欣赏 嗯 仅仅是欣赏而已 让你去身体力行 你能 適应吗 因为我这个吧 就是 我也特别喜欢旅游 就因为家里吧 就是 我有一个外孙 然后他的 就像今天上游乐园 就得负责得 那个 接他 是这样的 是这个情况 走不开 嗯 没有办法 不能像我似的 常年来月 在外面 我特别想 享受那种旅游生活 然后田园生活 刚才您介绍 特别的好 嗯 三号 我啊 您有什么 对我需要想了解的 说说您的 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好像刚才都看见了 都看见了 没有想了解的了 我没有想了解的 嗯 那我想了解了解您 住家在什么地方 朝阳 朝阳的 嗯 我也住朝阳 朝阳哪啊 长阳 我是双桥那块 那还离得很近 真不远 双桥 我就出去的时候多 在北京待的时候少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 这安排 能常年哪月 在村上外的待着 外地 我哪都成 哪都成 我现在一个人 没有牵挂 没牵挂 那就行 那就行 那这事 不需要看孩子什么的吗 不需要 哦 你孙子外孙什么的 不需要您看 我有一个孙女 哦 孙女 姥姥一直给看大了的 那就对 开场子学 嗯 你别说这秦先生 没准对他还有点好感 他六三年 他五五二年 差十一岁呢 双桥 那是以前是农场吧 就是农场 现在也有 双桥农场 现在还有 现在也有农场 我种那块地 现在就归双桥农坊馆 哦 你会种地吗 种我 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该种什么 我也不会种 让我种 我跟大伙人家种什么 我也跟着种 你没跟那个生上队干过活 干过 干过 拿公分拿过吗 拿过 拿几分 八分 行 比我强 我刚下乡那年才拿六分 头一年 最多年 你什么都不会干 我不可能给你满分 那行 给六分 给六分 我没种几年 可是我自个儿承包地 五十亩地 我承包好几年 哦 你不干活 你是老板 不是 我也种 不知道 反正人家说种什么了 就种什么 哦 也别人也种 我跟着种 嗯 那也是 厉害 五十亩地都是您管啊 有底下有工人 哦 就您管这堆人 哈 2005年给收回去了 哦 收了 哦 那现在一点地都没了 没了 那地方都没地了 哦 我们那全都旧村改造 九六年就旧村改造 对 差不多 所以现在的房子 也那会儿改造分的 是吧 把你这房扒了 你住他哪 嗯 就就地 不过叔叔可养了三条狗嘛 这个您能接受吗 对 你们家养过狗吗 我开过狗场 这个厉害 那咱有同样 没有 同样经历 不会的事 你看 我这有100平米 我有50亩 我这有三条狗 我有一狗场 您是从小种过地吗 我没有 可是我插过队啊 插队的时候 插队 插队六年多呢 就种地这一套都会 都知道 我们还养鸡还养鸭呢 我都养过 我还养马养驴呢 都盖了帽了 这不错 这是一好搭档 有照片吗 有吗 没有 我手机里有一堆小狗 哦 您这些狗是现在 对对 我养过 这您家的 现在都不养了 哦 曾经的 哦 原来你们养的狗 不是这 什么种 都是一般的 都是大狗做 什么藏鸥之类的 您养藏鸥吧 别人家的藏鸥 都让我给看着 人家养不了 我都弄 哦 有力 你够力 对不辣 可以啊 我们齐先生终于 棋逢对 不不是对手 高手了 是吧 一直比您高 那么一截 怎么着啊 秦先生 要跟谁 深入地沟通一下吗 对 就这三号 就决定是三号了 是吗 在那什么 这个我们秦先生 就这一点啊 就知道这个 哎呀 也许咱干不过人家 但不过咱干了 试试吧 那这样我们让 二号女士 先回到观察室 过一会儿 我们还有一位先生 咱们可以再详细地了解 那秦先生 您坐在女士旁边 咱们来认识一下 三号女士 她的基本情况 宋青荣六十二岁 林毅自由职业 北京户籍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我们宋女士 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 故事我们进入 原来是你环节 我们来看看 她的关键词 有两个 幸亏我心大 是个勤快人 发生什么事了 完全要靠心大 想不起来 反正 又想起来 我就是心大 不是那种小心眼 我不小心眼 对 那就对了 首先您觉得您是一个 这辈子经历了很多事的人吗 那倒是 事经得多 所以您觉得亏着心大 要不很多事都过不来 是不是 对 你当时那老公做什么样 负责什么样 他有一个小建筑队好像 盖村里头有个人家盖个房什么的 当时他好着呢 对呀 那你们俩挺好的呀 是不是 后来 没有什么开销 然后您这边多少还有点收入 他也有收入 在村里一定是干得挺好的 真是挺好的 刚开始 对呀 人家都挺羡慕的 后来不就是 日子好了 放歌厅去吗 就爱上那地方 不回家了 这回如了愿了 就挺好的 我觉得也挺好的 人家喜欢那个就去呗 您当时肯定懒来着 现在说 我都要宰了他了 我现在小明明宰人干嘛 人家喜欢那个 你还非得要不愿意让人喜欢 人生就这点 就这点日子 你让他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如果我再找一个 我说我就不管了 你觉得就这家庭婚姻 他能人能显年轻吗 是吧 他肯定他 情绪不好 所以他当时到处玩 您就到处追他 那时候我是追 我就是他钱 我不知道 我这心那着呢 我不知道 所以我有一回 他跟这车前子开 我后子开 他开大时候 我开小时 愣追不上 有一天我突然间 怎么那么巧 他跟前子开 我后子开 他还没找见我 这不让我给碰上了 我一直给追到 那个洗浴在那了 那不是吃饭呢吗 一个大圆桌就仨人 一个男的俩女的 那吃的整惯着 那哪在是你老公吧 就一下子一砸下去 那个小碗 啪就全飞进来了 那形象好着呢 我觉得 就跟拍点人似的 打完了 你要说咱这姐吧 记性不好啊 那小碗飞起来 什么线条 什么泡物线 都记得清楚 我偶尔的我也记 能记着点东西 你要说这事 该记着我记不住 不是 就吃饭的是 你那个前夫跟别人 是不是 就追过来 我也跑了 我也把他打 我的好几个人 我也干不过的 他够了 女侠只管头戴 我们洛书听傻了 我一看 这排一部电视剧 就应该特别棒 但是您是不是也在想 我要找这么一个媳妇 那吓人的 是不是 那可不敢 我也不是这种人 不是人家姐姐说了 首先您不是这种人 她也不会去追您 对不对 是啊 然后就愿意上这儿去 我现在 我现在 我对人家 我还挺同情人家 她为什么呀 你招人家去了 后来吧 后来别人就跟我说 说你看 你看谁 都比人家那还疯呢 人只是回家不打架 后来怎么招了您 就一怒之下提出离婚了 我提出离婚啊 就这次事之后 你也提离婚了 没有 后来就过去翻片 我就不搭理她了 后来我这人挺宽容人家的 后来我那孩子就结婚了 结完婚我说得了 孩子结完婚了呢 我说咱们就正常了 我说咱就两口人家好好过日子吧 好好过了一段时间 后来不知道怎么天天黑夜还走 又走 最后有人让我都 她走 她跟家这就坐沙发都坐不住 就那手机老抢 就不看那电影 不看那手机 不走都不成 她一走我就跟着 她要开车出去 我就开车追出去 她要走着我就跟着去 她都害怕 她左右就跟那特务似的 都左右那 后来别人老结婚 跟她经常聊过天的 说你 我离婚之后 说你那时候都把她给追毛了 她都成了神经病了 让你给吓了 那你一直跟着她到底干嘛去了 封姐 我觉得她还是留恋于这个家 毕竟她跟她也生活了一段时间 我们家这人吧 好多人都说她挺好的 为什么 她这人这儿穷疯了 只要出来坐在这儿 这帮人坐在这儿 只要是抽烟的 挨着个儿的 一日一根烟 说小金出去了 不相干的人 她要跟她投屁一堆劲 人家要找个帮个忙 她也挺上心的 那您为什么后来又跟她离的呀 那天是太巧了 她走一久 第二天五点钟起来了 她走了 我一久都睡不着觉 因为开个破车 谁知道怎么着 完了是她正进门 我就去了 我说你怎么着 我说你要不打托过 就离婚去 她那天正合了事了 穿着衣着她就离婚了 她说走 走呢我就叫她哥哥 她自个儿是亲哥哥 我叫她我想着让她哥哥劝两下 我的意思我不直说 拉什么去民政局 她哥不知道什么事 就拉什么去了 一到那一看是离婚来了 她说那么一句 全撑的 又当时我气疯了 我开始之前 我跟他们家里人都说了 我说你家这个又要给你们找一个呗 他们家人说着 说她弟弟又什么什么 干工地得跟人家什么去 得喝酒吃饭去 我说她都疯去了 他们都不信 那天离婚去了 他哥哥说这个 说衬 喀喀喀我就写下来了 写了我说这房啊 房基地一是一份 他说他不要 他说他给他儿子 我说你可得想好了 万一说有个退城部呢 说儿子要不要你了 这媳妇要不要你 你说你好有一个货 他不敢不要你 要不你卖这房啊 他说他不要 他给他儿子了 我哗哗就写上了 我说我那份我要 所以就那么 真的话敢话一堵气 就把婚给你了 就离了 如果一旦您前夫病了 您会接回来接着管他吗 我不管 您确定吗 现在他们说的 哎呀再跟你说说 旁边那老太太 就租他房子那 说哎呀我要搬走了 我跟你家这前夫都说好了 等我走了 你有什么事他得管你 我说呦别 别让他搭理我 我可不搭理他 我多活两天吗 我说 我可不跟他争得气 招得急了 实际上就是属于那个 直来直气 风风火火的这么一个脾气性格 实际上如果说那个男士 稍微收敛一点 是一个挺幸福的这么一个 我还迟早跟您说吧 他想郎住跟人家外子喝 他不会喝酒 没事他有事了不喝酒 他还拉着我去 我去了我都把人家都能喝怕了 现在我不喝了 对 女侠 是吧 这个女的见过世面 见过风雨 见过世面 不是一般烦人 您觉得秦先生怎么样 就真在一起过日子 不知道 您在离了之后再谈过其他的呢 没有 就这辈子也就谈了前夫这一个 对 离了几年了 十一年 十一年了 行不 秦先生 您觉得 可不可以尝试一下 试试 太好了呀 哎呀呀 你看这第一个关键词 人家还有第二个关键词 是个勤快人 以前你还给人做过饭呢 做过 我一九年还做三十 好像得三十多个人的 那个工地的吧 投着疫情 是给食堂做是吧 工人 工地的工人 他们的吃饭吃得多呀 那馒头您要蒸 蒸多少啊 晚上四五十个人的馒头 全您一个人揉啊 捏饺子我都一人 三十个人的饺子 得多少个呀 五十个人的 头天把第二天弄出来 第二天就捏筷子 竹更筷子 它那锅都大 带挡着 那水一倒上 然后得捏完 都是那大托板 就忘了一倒 然后那大什么就一漏 五十个人得饺子 你一个人包 那得包上一天吧 得包几个小时 我喜欢干的活呢 我觉得活面 就跟打太极的似 特别好玩 真行 就把人家瞎玩 能闻能捂啊 你这 你这 你就想着 你这脾气不好 五十个人的菜 这炒菜更快的了 那大锅 不再炒上三锅呀 有两锅就行 那锅大 没人说这锅 得这么大个人 比这小点 那都是带店的 现在我想起来 我自个儿都 我都不敢想 那后来为什么不干呢呀 后来我这胳膊 肌腱断了 我不知道 后来回来 大概其实几个月 我就去桥去了 开始我以为肺不好 因为后背老疼 完了这我说不干了 小女孩是小老板 特别好 她不愿意让我走 她说不行 您得必须得跟我这 再干一年也不是两年 我说我不干了 她说不行 您不能走 那后来我也是走了 这人快少 手脚利落 是 干活麻利 这姐姐这经历 真是挺丰富的 其实我就觉得 这岁了 离婚也是一个寒痴事 现在为什么 这时候想找个什么了 那年疫情的时候 我得了病的时候 这黑夜 疼得出来进去的 这嗓子眼 就跟有一小舌头 就卡在那 人家老姐夫 给扔出一把药 还有一个 没认识人几天 人家 人家还弄一快递 说给我们敲我们家门 那天我记得 风最大了 那天十二分 给我敲门 给我怂吊去了 结果我还不知道 就我觉得也挺感动的 我说 所以经过这几次事 我觉得 就有点 身边还得有个人 是不是 我来想 再搞几回 这也不死 也不活的 也够呛吧 这有一人 所以 看看秦先生 您觉得怎么样 可不可以两个人 一起过下去 或是尝试尝试 那不知道 这没 您给我们秦先生 打个分吧 一百分的话 您就 目前您所了解的她 您看到的她 您能给打多少分啊 我 不好说 目前来说真的 不是很了解 不是 刚才您不还说吗 说要说 这个可以两个人尝试 试试了解一下 更进一步的了解一下 再说 您就是现在 你们二位 聊这两分钟的印象分 印象分 可以给她八十分 诶 但您呢 我 我这不会打分 不会打分 够六十了吗 及格不及格 我听着聊天 老没毛病 没毛病 就是肯定是 觉得还行 是不是 刚才你看 我们作为旁观者 我们都觉得你们俩 真要一起出去玩 那个画面还是和谐的 对 不像刚才我们一号 我们秦先生 跟一号出去 你会觉得 这肯定不可能 住在一个帐篷里 不可能坐在这儿 一起喝杯一小野茶 然后看着夕阳 说 哎呦 你看那鸟飞得多好 就不可能出现 那个画面 对 他们俩出去 我估计会这样的情况 秦先生说 这个帐篷扎这儿吧 这儿一山傍水 大姐说了 不 再往上面点 对吧 两个人都是游侠性格 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聊的 对 因为我们这位女士呢 其实 她的人生经历 或者说她这个处事方法 还是个小众 可能大部分的女性 可能都不是这么处理问题 她就是什么呀 我一直追你到头 而且相对来讲 也比较勇敢 也比较坚强 其实在这上面 和我们这位秦先生 有点相似 一个人能够去到 这个野外生存 你想想 她不得勇敢吗 然后什么都不拎吗 而且呢 对自己的未来 对自己的身体 充满信心 我们这位女士也是 她觉得自己 其实也是很有力量的 只不过就是 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挫折 所以我觉得 其实有沟通的空间 而且两个人 还都会开车 我觉得 刚才我就在想 就在这个路上 两个人换着开 因为总是累 您说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 对吧 可能我累了 我小咪的一会儿 然后您开 然后您累了 她开 我觉得真的挺好 而且这位女士 也能吃苦 不像我们这 在座这 连我在内啊 我们这些人都不行 是吧 野外也生存不了 但是这两位 我觉得都行 他们俩都有驾照 都有车 我还喜欢那个什么 在山上 那有一间房 谁全瞧不见 我还不喜欢这人厚厚 车厚厚的 我还不耐心这些车 别看我有车 我还不爱开 我有车我也不爱开 我也不耐心 所有的东西 我都嫌得乱 现在 可是这东西 必须都得有 比如说我这 自行车 什么三轮车 什么一二一二 我都得预备 我其实 比如我灌凉冬水 我这开车 到那了 就该 还没有开车 打开这车门 要是门的工人呢 我就拉这 酸轮出去了 我这什么都得预备 都觉得挺看好 都特别看好他们 觉得挺好 那您现在 是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跟我们秦先生 到台下去做沟通 另外一个 您还可以见 下一位先生 您看秦先生的表情 随便 我这就听领导安排 您见 我给您看看 他的情况 好不好 您做的位置 我 今年 现在72刚过 比他还小点 比他小点 这位陈先生73岁 有房子 收入在4500以上 您还可以了解 他别的 想要比方说 看他的照片 了解一下 他的户籍 婚姻情况 或子女情况 都可以 影响人家下到上了 不影响 不影响上了 那就下去 跟他聊就 好 聊不 聊就聊 不聊就辣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 就为脸得了 到台下 沟通沟通 干净利了 脆 你看俩人一红一律 对啊 整疼 是吧 就比如说 你们家那鸡现在下蛋了吗 下呀 一天就能下一个蛋 一天 好像是 不会一天下俩吧 俩鸡呢 俩鸡一个鸡一个 行 他有时候也歇着 他不老下 我那五个鸡 反正 总共现在下了 不到十个蛋 刚才谁说什么来的 勾起我那俩鸡了 我说我这出来 说我这俩鸡 我以为一会儿就回去呢 早上六 七点钟说这儿 哎 我想着一会儿就回去了 哪天上 你们家看看去 上我们家看看去 嗯 敢去吗 敢让我去吗 我们家有什么可看呢 说我得看你 那两只鸡怎么样 看我那两只鸡 我那手机里有 那接下来我们把二号男嘉宾 请上我们节目现场 你好 欢迎欢迎 来请坐 我们叔叔又把这小提琴带来了 今天看来是要有表演了 我们可以欣赏 我这房子就是老年 自娱自乐 那就是 好好好 我这房子就是老年 还有一个小提琴带来 小提琴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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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房子都不能给你 我这房子都可以拿来 小提琴带来 我这房子都可以拿来 我这房子就会拿来 这个琴啊 就是刚刚一开始 一开始拉它 有点发闷 都是拉一会儿 它就好了 这琴也得适应环境 对对对 还真是 小提琴是在所有乐器里边 非常难的一种 非常难 像这位先生 他能够也是好像三十多岁吧 自学 自学然后拉了三十多年 其实有音乐天赋 也非常棒 是很有才的先生 那咱们来正式地认识一下 我们二号叔叔 他的基本情况 陈先生73岁 丧偶地质队职工退休 北京户籍 陈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境 我们来看看他的关键词 有缘无分 再婚为啥这么难 为什么你老觉得有缘无分呢 上次来有那个热线影 静那个 有一个身体不太好 他挺愿意的 因为我去那景山公园 我们俩也见面 但是他那个 他腿可能要换膝盖 要人帮助他了 因为他走路都不行 做那个小电动三轮 我说不太合适 那还有别的女士吗 有一个 就是子女也没了 属于失足 就他一人了 他说好像我跟那个 就说咱们这录像 这实况 这人有点不一样了 我说我一看 没有那感觉就算了 还有一个 就是挺 也挺喜欢乐器的 他在身一住 我说我这住房 前面不是不好吗 我在那住平房 然后他说要不 你出一部分钱 咱俩合着买房 我也听说 这动静太大了 我那 我这我收了一点钱 得养了 不知道将来你这个 这口气怎么 奄奄说不好电话 你要真是 什么得用钱 所以就 他的意思是说 他那有一个房 你那有一个房 他也想换房 两个人都卖了 合起来买一个新的 对 那他也没说 我出多少钱 让我出多少钱 那就不好说了 出这种钱 这么大的钱 不太妥 所以就 这几段都没成 对 有缘无分 有这个缘分 我们能见到 但是没有缘分 继续走不下去 这个都没见面 没见面就说 卖房子 对 没见面 也说卖房子 另外我还接触 很多就是北京 这种条件好的 比如说他70了 他条件好 他还愿意找比自己 小五岁 甚至小十岁的男士 他有想法 对吧 你比我小 将来能伺候我 所以说他还不愿意 你别看大四五岁 他不愿意呢 所以说现在这个 再婚特别复杂 复杂就复杂了 再婚为啥这么大 对 还真是 他想的他那个 太多了 想的太复杂了 有时候有可能 女士不务实 因为你找这个 比自己小的男士的话 那你出了个情况 你把你那套房子 搭给人家行了 人家不是冲你人去 是冲你那套房去的 因为它不符合这个 中国这个不都是男大女小吗 不是小两岁小 一岁也叫男大女小 都是这种习惯 考虑太复杂了 我现在的观点就是什么呢 大伙过日子 现在有很多就是 比我小十个岁的 只要我能跟他领证 他都有 就是说我在网上 就是说在这个微信上 也聊过一年多都是 但是不行 那什么事情 将来他一领了证以后 我那房子 因为不是我的 是我老岳父 分的那个福利房 也是跟那先生 是那个属于福利房 你福利房呢 那孩子呢 他说跟我说了 那这是我老爷给我留的 不是你的房子 你要是说 你娶着老伴一领证 那将来 他的孩子 跟我这外孙女 跟我这亲外孙女 俩人就要 将来腾退是不是 是提示啊 那你那钱 他们俩之间 第三代该打官司了 那你还找什么主 你怕个儿女 我来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 他还是做不了主 我觉得 对呀 你做不了主 你还要找一老伴 你还要老伴 他那意思 他也不直说 你要不你就直接 倒插门去 是不 所以其实 不光是女士想的太多 对对对 作为男士这方 大家都在想 都是怕涉及到自己 对 所以您现在大约能知道 再婚为什么这么难了吗 您帮我先总结总结 两人明会在南边 牵了手 献了花了 一出去 一谈 绕不开的问题 就是俩人到一块 怎么花钱 谁掏钱 这话题你绕不开啊 一谈 他崩了 白白了 那通常都是 谁想怎么样呢 我的猜测 是不是这样 就女士希望 生活的费用 男士都出 但男士想 我就这点退休金 我不可能都出 所以两个人要一起出 我跟您说 有一个比我还大一岁 49年的 他说那工资卡得给他 得他拿着 我听话了 那你俩人到一块了 我工资卡给你 将来我躺在医院里头了 你拿着工资卡走了 我找你都找不着 那怎么说 那这个不是说不可能啊 所以说这个很难说 我一听说要工资 马上就 马上就删了 那不行 所以您的意思说 其实不是没有机会 而是大家在一些 根本性的问题上 总是谈不拢 最后就分了 其实两千多万人口的首都 那这人查多少 不是说没有 多少 但是都是 都是各传心服势 往一块儿去 这事我得问问 我们陪选团的 男士和女士 我们今天都有 你们都可以发表一下 自己的看法 因为我想 在婚为啥这么难 不光是我们今天 二号叔叔所发出的这种呼声 可能每一个在二婚市场 再婚市场的这个男男女女 其实都会有 跟年龄没有关系 甚至是都会有这些想法 我觉得这个吧 两个人二婚接触 别说二婚 就是头婚为什么要离呢 还是财产的问题 或是思想不一致的问题 像这个问题 刚一开始提出来 肯定个人都有个人的想法 那是必须的 是不是 没有想法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能绝对 刚才这位先生提出 这一提出来 你就得必须把存折交给我吧 必须怎么着吧 那你就这个目的 就是说你的这个想法 就太暴露了 所以这一般的 我觉得接受不了 我是想如果我 我先始于言之 过关了 尽于才华 同时何于性格 能忠于人品 如果女方条件好 就多花点也没什么 男方条件好 就多花一点 你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有人陪伴 过一个互相包容 温馨的晚年 我们这个年龄 过一天 真的就少一天 我们的助力团 也都是单身 是吧 谈谈你们的想法 我因为现在还在职 然后我是单身 但是我可能在开始 考虑这个问题的时间 不会太长 像我们的友伴 这上面也 也接触到一些 男性 会给我献花 或者是说怎么样 有的显得很大方 聊几次会 比如到什么节 会给你发一个红包 我也觉得还挺惊讶的 就是没怎么聊 但是可能过一个什么 三八节 突然给你发一个红包 那有的男士 可能就是会跟你聊的 非常直接 就说你会不要求 要我的工资卡呀 会不会要求我的房子啊 什么 我觉得可能这种都是 他在之前有遇到 类似的问题 所以可能他觉得 在跟我来聊这个事的时候 他就会作为一个 很重要的点 想来先看看 我是怎么样一个想法 恶婚肯定是很难 我当然我也是想说 恶婚能像一风那样 就是说大家很好的去相处 但这个过程可能是 自己要付出一些时间 还有一些心力上的一些这种 包括思想啊 感情上的一些理解 或者思考 听到这些想法 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就是你比如说 那个女士 她年轻 像他们这种再婚 双方如果没有孩子 多好处 将来组建家庭再有孩子 你这个像我们这种家庭 都互相有孩子 这个岁数没孩子 所以我就说 首先就是要爱无及无 对 就我们会有孩子 会有父母 那就想 可能我希望对方会为我 为我的家庭做什么 那我会想 我会为对方做到些什么 叔叔没有孩子的是极少数 几乎是可以忽略不及 对 我们都默认 几乎都是有孩子的双方 所以您的问题是来自于 孩子对您未来再婚的一些想法 是不是 也有关系 那他嘱咐过您什么呢 他就说过 反正你只要不领证就行 你要一领证 因为他就涉及到他这个 住房子的这个将来 他都有继承权 我是觉得吧 因为我来选择栏目一年多了 我大概听的都是这个难点在哪呢 都是上来谈条件 但是我觉得呢 难点就在这儿 跟年轻时候谈恋爱一样 你首先看着这个人舒服 要去跟他聊一些美好的东西 比如说您的小提琴 从贝多芬聊 什么才聊到欧米嘎 这是一个过程 先从人间美好 有一段积累了 接触时间长了 觉得确实 这个女生我喜欢 那边是确实 这个男生我喜欢 那样呢 你知道我能 大概能让出多少 我的条件 对方也知道 能大概让出多少 比如才见两次 或者是面都没见 上来就是说 你得把那个卡给我 这基本上就 不用见面了 直接就崩了 或者男生会说 哎呀 现在女生怎么那么物质 因为你们俩上来谈的就是物质 没趣谈美好 但是这个中老年 这个再婚有一个误区 他们觉得时间紧任务重 就恨不得说 咱先说好了 别耽误时间 说说吧 你有几块钱 我都是留几块钱 对吧 先别说别的 为什么呀 怕耽误时间 其实我就不知道 这时间 有什么可耽误的 就运速则不达 我们知道 因为现在男生 可能更着急 对 就赶紧说 马上就断定 人家是贪财的 是吧 其实是什么 挖了个坑 你对将来咱们一起 这个生活 那个谁拿钱呀 挖了个坑 那女的想 我拿钱多开心呢 一说好物质 拜拜 对不对 其实我是觉得 第一个来讲 就像您这种情况 您不如说我没有房子 你明白吗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丧偶 其实这个房子 并不属于个人 何算我们这位先生 没有自己独立的住房 那不是自己的 那如果这个时候 确确实实会产生 很多的问题 就你想的也对 那你不如说 我就这一堆一块 我挣4500块钱 我现在有一个地方住 但这个住的地方 跟我没啥关系 然后有没有喜欢我的 是吧 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些 比方说精神上的价值 因为我自己 很喜欢高雅音乐 是吧 然后我自己呢 现在也学会了做饭 我也可以给你 带来一些情绪价值 你要把你的价值体现出来 而不是说 哦 我有房子 我在二环 我没有用 是吧 因为您并不想 跟他分这杯更 这个房子问题 真是一个大的问题 因为你第二次 就是组建家庭嘛 这房子也特别的重要 然后我觉得 如果要是说 特别好 关系特别好的话 然后我觉得 南方可以把这房子处理好 我这么认为 这样我们来见一下 二号女士 我们来聊一聊 好不好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次把二号女嘉宾 请上我们节目 我再次把二号女嘉宾 我再次把二号女嘉宾 一会儿 再次把二号女嘉宾 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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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张了吧 稍微好一点 放松一点 那见到我们这个 二号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因为我刚才我看看 那从观察室看 她那才艺小提琴拉得好 好棒啊 呦 过会儿给你单独拉一首飞 谢谢 我们都堵上耳朵 谢谢 谢谢 那接下来五分钟的时间 咱们聊聊 好不好 可以 您现在在哪个区啊 住 在西城 平常你有什么爱好啊 我除了就打笔帮球 打笔帮球 就狼琴 你是在哪个区住啊 我在西城 也在西城 你是离异的时候 我是离异的 我想问您 您想找一个 就是 另一半是什么条件的呀 就是身体健康的 最起码身体健康 那个年龄方面什么的 我刚才听到观察室 我听到您的年龄 你是六年后是吧 61年12年 年龄差的太多 差十岁 就是 嗯 是 我是50年12年 那整差11年 不行 太小了 觉得岁数差太多了 对 太小了 太多了 但是我们女士会介意吗 也稍微的 大一点 那如果这样的话 您这意思就不了解女士了吗 不了解了 我们叔叔很坚定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 好不好 好 您也很优秀 您要对生活要有自信 要天天高高兴兴的 快乐的生活每天 好吧 祝福您 谢谢 谢谢 王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记住原来是你环节 来看看她的关键词 耐心爱心责任心 当断则断 嗯 这个耐心爱心责任心 应该是跟您的工作有关 对对对 您是做了一辈子幼儿园老师 是吗 对对对 是不是刚入园的小朋友 这一天都此起彼伏的在哭 小班的孩子就是刚开始入园的时候 因为有一个分离焦虑吧 他就离开妈妈了 他肯定来游乐园不适应 然后他会哭的 然后经过老师呢 就是耐心呢 然后就是抱抱啊 然后多跟他亲近一些 然后慢慢慢慢的就是 融入这个记忆体 起码的一个月吧左右 记得有一次吧 就是我在中班的时候 带一个孩子 就是他吧 就咳嗽特别厉害 然后他妈妈就是 入园的时候写了一个纸条 再给我 然后就是说早饭后 中午饭后呢 给他服药 就是咳嗽药 然后还有那个写的剂量 然后每天呢 就是早上饭后 还有午饭后 我都是按时按量的剂量 给他服用 平常提醒他多喝水啊 假如说户外活动的时候呢 要给他那个增减衣服嘛 然后就是说 因为他是等于体弱儿嘛 特殊儿 所以呢我们老师就多给他一些 多关注 就是多照顾一些 后来经过我的 就是护理两周左右吧 因为他妈妈也是老师 所以我们是同行 所以呢他也比较理解 我们这个工作 然后呢有一天呢 他就是说 这孩子慢慢好了 然后就是送来表扬信 就是特别的感谢我 就这样的 所以这种责任心 也是在里面的 嗯 有一个小朋友吧 就是长得特别好看 然后可是呢 他有一个毛病 就是挑食 每次吃饭的时候 尤其中午饭 因为有饭菜嘛 他就从来不吃菜 就吃白米饭 而且他手抓这个饭 后来这个呢 我就观察了他好久 后来我这时候呢 我就去联系他们的家长 一般呢 他这个孩子吧 都是在那个奶奶送 那我看到这个情况了呢 然后我就那个 及时呢 就是离园的时候 我就找到了奶奶 我说这个小朋友 为什么就光吃白米饭呢 我这个在家里是什么情况 他奶奶说了 在家家里人不做饭 就什么买些烤串啊 那些外卖呢 我说这样呢 现在这个孩子 正在就长身体的时候啊 不要给他买这些东西 我说你要一定要给他做饭 而且营养搭配 我这边幼儿园呢 我也是慢慢的就是 慢慢鼓励他 让他慢慢的 也吃一些青菜 然后就是我们 就是家园配合吧 最后来呢 最后吃了 而且那个青菜炒鸡蛋也吃了 然后那个就是青菜也吃了 而且我就看到孩子 就是又吃在青菜青菜上 哎呦我看到好欣慰 真好 有发现啊 真是一个特别热爱这个工作 而且真的很有爱心 很耐心的一个老师 因为您在说到 说这个孩子能吃西红柿炒鸡蛋了 就那种开心哦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 你从港面上下来也没有几年啊 然后就是干了一段时间 然后我就返聘了 然后后来返聘了两年以后 我就是家里就是母亲生病了 然后我就去就不干了 就离开这个港 对对对对 那平常都忙着什么呀 健健身的 就是运动啊 快走啊 做做那个 做做操 哎那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来一段呀 可以啊 哎呦 好好好 来来来来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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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跟着跳了一遍 怎么样何叔 感觉还挺好 比我平时锻炼的感觉还好 是吗 为什么呀 是因为老师好吧 因为这个有伴啊 是吗 对吧 平时叫我自己 骑车也是我 快兴也是我 干什么都是我自己 您平常会跳这些建委超纯真 他跳舞 不会我会跳教育舞 您呢 我不跳 第二个关键词 当断则断 您这段婚姻单身有多久了 十多年了 不到五十四十多的时候就分了 对因为前夫吧 就是出差 然后就是外遇出轨吧 然后我就是 我就是也没想太多 因为有那种 当时我们那个年代有那种BB机是吧 然后就是过春节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BB机老响 因为那个女人吧 就有孩子了 所以她的关注点吧 就是都在于孩子 所以呢 我觉得因为我跟我前夫是同学 就等于 所以我当时也特别的就是相信他 就是他这BB机就老响 我说这是什么原因啊 后来是老响老响 后来我就看了一眼 看到什么呢 就是那种比较就是说那些话 反正就是有点暧昧吧 女人呢就是第一感觉嘛 就像这种关系 我觉得她已经这样了 我就算了 就因为这个事您就决定要离婚了 嗯 所以当段就断嘛 然后我就是也没商量 就是就是春节后我就跟他分手 就这样 那您突然跟他提出离婚 他什么 他就是说肯定说 就是说挽留啊 就是不愿理 就是说你那个别后悔 反正说了些话吧 我根本就不理他 因为我觉得你已经就是对不起我的 人在心不在 那就算了 我就这样 当时他情感偏离已经多久了 您知道吗 这个就是我发现了 那么就因为他出差嘛 因为工作的原因嘛 然后出差有一段时间 可是没想到就发展的就是挺快的 我当时就是没想到那么就是出差跟别人那什么的 就是一起玩吧 可能产生了那什么 所以当时离婚的时候是非常快速就决定了 那家里人都什么态度呀 就是我就是前夫吧 就是我就是说特别注重于外表 就是长得其实浓眉大眼的挺帅的 其实我们家呢就是不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呢 因为我们家就喜欢找一个非常有素质的 有文化的这种有修养的人就不同意这个门婚事 可是因为我这个就这前夫他一直追我 正着所以就结婚了 所以您离婚的时候家里也没有反对意见 对还那个让我快点离 离开他赶紧的就这样 所以您离了就住到娘家了 对 一直住到现在 对 我自己也有房子 那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就是有责任心的 互相尊重 包容 然后志同道合的 我有一个问题 然后平平淡淡过日子 很多因为单身了这么久 十几年 就离婚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了 很多人不找是因为孩子小 怕给孩子造成一些问题 但您的孩子当时都已经上大学了 为什么您空了十几年呢 我在这期间也找了 也找 也找了就是好几个嘛 就是同事介绍 文管事同学介绍 不太合适 有的呢就是说 就通过这个事情吧 就是说 我觉得还是现实一点 我就说老是比较 就是比前夫什么呢 就那种形象啊 然后那种影子 其实也害了我 就这样 比来比去 发现哎呦这点不如他 那点不如他 对对对 你说的特别的对 对 其实有好几次机会 我都放过 人家都追我 然后就是因为 或者形象啊 或者说某的方面吧 现在觉得形象 还那么重要吗 嗯 不太重要 不太重要 因为已经有了这个 就是失败的婚姻吧 所以总结以后吧 然后觉得还是说 关键这个人 嗯 就是在意你 疼你 在乎你 我觉得这个 而且能说得来 啥时候才明白 这个道理啊 难道其实 这辈子在找的时候 不都应该是这样的吗 是 就是当时有一个 真是挺好 我现在都就是 回想起来 他追了我四五年 我真的挺后悔的 然后他 当时他女儿跟我说呢 还敢说那个 哎呀 王阿姨 你怎么就那一生 怎么不领证啊 就是当时 我也是注重于 外表嘛 其实这人真的挺好的 心地特别的善良 嗯 我也挺后悔 嗯 所以就是说 啊 通过这些 就以前的事情吧 就是 嗯 所以要面对现实 就是以前 过去就过去了 然后就通过这个次吧 我也是改变 我的那个想法了 就这样 能改变吗 能改变 能改变 真的 我已经看开了 就这样 哎 我觉得人就是活到老 学到老 是 这么一个过程 是 其实一进五十 就我倒是觉得 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是飞速的提升 就是以前好多东西 我们不懂 五十以后就开始琢磨了 哦 这个事原来是这样的 没错 你说的对 其实我觉得 你就看您的这个状态 也是那种特积极向上的 啊 这个 其实不是 把条件放低了 是把条件放到了 该放的位置上 对对对 你说的特别对 莫老师 因为过去呢 我们固着在 就是 哎 长得养眼 是吧 然后我情绪就好 啊 他给我的情绪 价值就高 对对对 tle 对对对ает 是吧 然后他在家里面干家伙的那个帅劲 是吧 然后呢 他这个关心我 都会带来 比方说我在前面做操 他笨笨地在后面跟着 给我鼓掌都能有 所以说在更多的地方去获取 而且那些是长久的 帅啊 长得漂亮啊 说句心里话 渐渐就离我们远去了 是的 是的 是 说得特别 其实你喜欢的人 给你一个摸头纱 你都觉得好幸福 对吧 你不喜欢 你一摸你就远离我远点 还会说你破我脑袋干嘛 是 是 是这样的 加入到我们这个 有伴的小程序当中 到选择来找到 属于自己的伴 我觉得其实每一位 都最终能找到幸福的 我们一点耐心 然后对自己想要什么 然后更清晰一点 最后我觉得都可以 找到属于你们的爱情 他好找吗 他好找 首先人家工资的 退休为了 自己有房 又是吸成的 给惊人 是不是 对 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男女嘉宾 已经悉数登场 那幕间场上会呈现 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 最终选择环节 那我们先来问问 陪选团的先生们 今天的玫瑰准备怎么办 今天的玫瑰 我现在展示不限了 不限了呀 哦 那有点可惜啊 是吧 行 下回 好 那问问我们 洛先生 女生们都很优秀 今天的玫瑰 暂时不限了 也不限了 行 那问问 秦先生 您怎么样啊 刚才聊的 这么漂亮的花 哪能让它 停留在我手里 呦 哦 来来来来 那会自缘了 来来来 人没换嘛 是不是啊 对 哎 来来来 我们的三号女士 来 经过我的震动考虑 这首花呢 还是下面 哦 那我们接不接啊 哇 太好了 恭喜恭喜两位 恭喜恭喜 来 来 牵手牵手 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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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哎呀 希望我们秦先生 真的今天不复 一次一次来选择 然后能找到 属于自己的幸福 好 那我们的 二号叔叔 您呢 我今天也不限花了 不限花什么 不限花 然后没有别的事 行 好 那这样 我们还有更多的 单身的先生和女士们 也期待电视机前 单身的您 勇敢地走上 选择的舞台 我们的热线电话 63312752 我们的友伴小程序 您通过各种方式 都可以来到选择 小燕和我们的专家们 在这里期待着您 那今天的节目 大概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她的旅行说走就走 在大理 丽江 完了一个多月 回北京待了十来天 我又跟另外一个姐妹 到三亚又待了一个多月 阳光的背后 隐藏着一段 心酸的过往 2001年的时候 高压才30 低压没有了 那主动的血光 断开了 锁骨底下的 从那以后就不断出现的问题 第一次约会 男士也要考验女士 我约女士去什么餐馆吃饭呢 羊蝎子 你知道为什么吗 有的就拿起来 有的就是拿筷子 等人一丝一丝的挑 你可以装一天 可以装两天 你装不了一辈子呀 自己先吃痛快了 再说吧 你管人家看你吃香 人家爱怎么想 你看你 我先吃痛快了 多少也得注意点醒醒啊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 真的先这么快 吴先生 哦 来来来来 吴先生来